圓文在族的書籍上一回 上回我們講到 那個年過七十的齊襄王 見到漢少龍之後 不斷巴結他 當然啦 雖然齊國也算是 在這個戰國時代的超級大廣 但這個時候 誰敢得罪武力 可以灌溉當世的強秦呢 齊王嘻嘻大笑 用他對昏花的老眼 打亮過漢少龍之後就說 以前 張儀在楚國作客 宴會的時候 楚人 就是將他們的鎮國之寶和氏璧 在大家的寺間傳來前去 一傳傳下就不亦而非了 當時呢 大家都知道張儀是最窮的 有人說 喂 會不會是張儀這個窮鬼偷的 於是 當時 楚王打了他一身 他回到家裡的時候 妻子見到他血跡斑斑斑傷成這樣 真是擔心他幾乎死了 怎知他問老婆說 不要緊 你看看我的舌頭還在不在那裡 他老婆說 你懂得說話的舌頭當然在那裡 他又說 那不用怕 只要舌頭在那裡 就什麼都不用怕了 說到這裏 突然間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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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但不知他為什麼突然間 就對著漢少龍會說起這個故事 齊王跟著就說 張儀呢 就憑他那條沒有被人打斷的三寸不難之血 後來 在秦國封侯拜上 漢上將軍 就憑手中的保檢 做到秦國的上將軍 你把劍和張儀的舌頭一樣 都是這麼厲害 可以說先後輝刑 原來這樣是比喻 漢少龍還是第一次領教齊人荒誕的想像力 大王 你這個比喻真的瞄得狠 田生的小字說 不過大將軍經過中謀舉一戰 已經不要了他的劍了 可不然現在 是用嚇到重宣龍都面無人色的長臂手吧 這句說話說出來 令到漢少龍真的有點尷尬 誰知齊雙王 就怕著得著漢少龍 馬上登了他田生眼 說 難道怪人不知道嗎 我已經叫人 將上將軍那把寶刀 拿回來了 上將軍 我已經派人去忘憂先生的職下學功拿 一陣子就交還給你 漢少龍聽到這句說話 不過感到很尷尬 一時間都不知道說什麼好 難道告訴他 不用了 自己早就把寶刀偷回來嗎 同時這兩句說 漢少龍也明白 看來齊雙王和大兒子的關係很惡劣 難怪連田丹這個臨時轉態 見到齊雙王這麼厚待漢少龍 田丹雖然是不動聲色 但是呂不韋的神態已經不是那麼自然 而田建就是用意志的眼神 漢世漢少龍 顯然對他非常期待 就是在這個時候 一個近臣走上來 將封信呈給齊王 還說了幾句說話 齊王聽到覺得很奇怪 望少少龍說 哎呀 上將軍 曹公說他已經把寶刀還分給上將軍 還寫了封信 叫寶人交給上將軍 連田丹聽都覺得很奇怪 蛤 這個一回什麼事呢 什麼常將軍 見過曹公嗎 項少龍感到很不妥了 含含糊地點一點頭 拿出一封書信一看 微微一笑 嘩 曹公真是看得起我了 他讓抹將在壽宴之後的一日 在職下學宮的觀星台那裡設初武藝 抹將真是不勝榮幸 田丹和呂不偉一聽到這個消息 當同滅然起色 不過這些神色一閃而過 而齊王全身整個臉色都白了 項少龍心中暗暗好笑 他知道呢 田丹和呂不偉聽到 曹秋道向自己挑戰 所以他心中高興 恨不得曹秋道有一件中自己殺死 而齊王呢 就怕著這個消息一傳開 曹秋道要挑戰項少龍 這一戰勢在必行 萬一項少龍被曹秋道殺了 認證到時乖聚下來 那自己真是不知道怎麼辦 項少龍將他們幾個人的神色都看在眼裡 心裡面都這麼暗暗偷笑心 自己都想著即時走人 三日之後 他應該去到魏國邊境 就算人家笑自己怕了曹秋道 他都不在意了 經過昨晚那一戰 這個時候他最不想遇到的兩個人 一個是李牧 另一個就是這個這麼可怕的曹秋道 當項少龍走出皇宮的時候 仲宣龍和蔡子元都爭著過來見他 對於蔡子元來說 他的確真心想認識一下 項少龍在一個名滿天下 但已經跟自己有交情的朋友 而對於項少龍父子來說 項少龍現在就成了他們唯一的救星 因為大家都知道對齊國來說 和秦國維持好良好的關係是非常重要 因為這樣 齊國才可以安心兼併周圍的領土 打敗自己的宿敵燕廣 進而一統天下 本來在這兩個王子之間 仲宣龍擁戴的田建 現在做太子的希望 的確比田丹擁戴的田生要強得多 怎料田丹是臨時轉太 結果田建立刻靠他一邊 為什麼呢 是因為田丹畢竟還有雷不偉這張王牌 但是 如果現在仲宣龍父子能夠爭取到 比雷不偉對營政更有影響力的項少龍 他站在那一邊 那田建立還用什麼 在頭向一直都支持他大佬的田丹門下呢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仲宣龍他們對燕燒龍當然要非常熱情籠絡 一坐好之後 仲宣龍首先向燕燒龍致險 跟著說 無論如何都好 總之只要你一句說話 我一定要補到鳳妃他們不會有一條頭髮的損失 杭將軍你一定要相信我 杭小龍就說 怎樣都好 在公在私 我亦都會為霞卿和龍爺盡心盡力 客氣說話就不再說了 如果你們認為有需要的 安排在二王子和我見一面 仲宣龍兩父子歡喜到什麼 於是和霞子仁商量頂 今晚 一於就在玉蘭樓安排宴會 等田建和項少龍兩個相見 仲宣聯華跟著說 自己會精選一批一流劍手 被項少龍使用 他們的忠誠非常可靠 上將在臨枝期間 他們都會聽上將軍差遣 這樣 項少龍聽過這樣說的心意 如果小弟 被鳳妃小姐先一步離開臨枝 錦龍爺 你一定要和小弟照顧好大小姐 仲宣龍馬上拍心好保證說 這件事霸在仲宣龍身上 請大將軍放心 想不到這個本來一心 要採取鳳妃這扇鮮花的人 現在居然成為護花使者 看來世事真是出人意表 蔡子元說 不如漢兄在曹公比武之前 找個藉口回到秦國 那什麼事都沒有 仲宣聯華深知師傅 很厲害 首先贊成說 不如這樣 你說 你外父病重 今天誰都不會怪上將軍失弱 項少龍心想 這樣就最好 只要能不和曹秋到比武 什麼藉口自己都願意想 於是說 好了 過了今晚 看看和二王子聽成怎樣再說 眾人看見那個武拒絕 當堂輕鬆上鞋 回到鳳妃住的那個聽從院的時候 蕭月潭偷偷來見漢少龍 他說 有一個壞消息 什麼壞消息呢 今早 我易容跟蹤韓廠 見到這個忘恩富兒之徒 偷偷去見國凱 傷亡了整個時辰才離開 什麼 我救了他這麼多次 他還要找國凱 他還想害我 不過什麼都無所謂 我今晚就走 龍陽軍已經為我安排好一切 蕭月潭一聽 另轉手握著肩膀說 什麼 你今晚要走 必然走得 水陸兩路的交通 全部都被你從大雪灘灌下來 龍陽軍我看來 和韓廠都是一路人 他們都想拿你的命 你知不知道 我今天 之所以懷疑韓廠 是因為龍陽軍來見韓廠兩個人傾了一陣 韓廠跟著另轉身去找國凱 你說會什麼事 漢少龍聽到當同面積大變 自己本來等著龍陽軍今晚安排自己秘密離開 如果龍陽軍 原來都有可能出賣自己的 那你什麼是幟 蕭月潭看一看他就說 蕭龍 你真是太容易信人了 當利益涉及到國家和整個家族的生死榮辱的時候 無論你和人家有什麼交情他都會丟在一邊 對於三進的人說 你漢少龍這三個字已經成了他們的催命虎 不殺了你 他們怎麼安心才可以 漢少龍聽到你真是頭皮發馬 如果不能走 自己豈不是要再次面對曹秋道的神劍 還有很多麻煩事 那我不靠人 我自己走 你手臂的傷還沒好 這樣就很危險 而且曹秋道已經讓你下了戰書 你不戰而逃敢好嗎 明知打他就打不贏了 那我有什麼辦法 這麼快你就知道這個消息 不是我消息靈通 是有人故意把你消息散播開來 搞到整城人都知道 那你就很難被戰了 你有沒有想過 這樣撩走 對你的明星會造成很大的損害 雷伯一定會大肆宣揚 這樣就可以影響你在重奔心目中的神聖地位 但是如果打 明明是送死的 那還要打嗎 按你現在這樣的心態 不打也輸了 但是他居然親自挑戰你 看來他已經認定 你是可以跟他相伴敵的對手來的 這樣都可能是韓傑鳳類不畏之命 請他來對付我 你根本就不了解曹秋道 沒有人可以影響到他的決定 你這個人一生以來對功名利錄和金銀財寶 全部都不宜充 只是喜歡劍術 聽說他十五歲 就周遊各地去找人切磋劍術 十五歲之後 從來未試過打敗他一子 所以才有劍聖的美名 你明知道他這麼厲害 還要我接受他的挑戰 那不是以事論事 秦人就是最體重劍手的榮譽 你就算打輸給他也沒有說話好說 但如果不展意圖 對你的聲望就有難以估計的打擊 或者這樣 你寫封信給他 抬舉一下他 說他很厲害 自己不是他的對手 希望能夠捱過十招 這樣說不定就可以圓滿收場 大家都和和起起落台 康笑龍聽到很心動 他說 不如我向齊王提出 表面上講多些風光的說話 說不希望有人受傷諸如此類 由齊王和曹秋道說定 以拾招為限 蕭月談尋任一說 不如直接寫信給曹秋道 這個家夥上次留不住你 一定深深不分 現在你再一擊距 他肯定會答應 如果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你又捱到十招 那便人人都當你逼和了這個老曹 對你的名聲有益無害 康笑龍仔細想想 上次曹秋道 之所以能夠讓他過十招這一關 是因為自己打了一個出奇不已 而且他是第一次應付百戰都 這些從未見過的刀法 但是現在呢 經過那晚的一展 他應該已經摸清了自己的刀路 不是好像上次那樣 一下子來人次提防 所以他忍不住嘆一口氣說 唉 這十招真的不容易捱 無論速度力度和招式 我都差過他很多 蕭月談見到他還這麼沒信心 忍不住用力地握著肩膀 就說 康笑龍你看著我 現在是你的生死不冷頭 如果你一美認定必書無疑 那便殺不了咸陽見你的妻子兒女 只要三天之後 你有命在職下學官的官星台走下來 那你那一刻馬上離開林芝 回去巡局之後全力對付雷不韋 如果不是 你以前做的所有努力都沒有了 康笑龍被這幾句說話一鬧 真是出了全身冷汗 當和他整個人驚醒過來 對蕭月談下 我明白 康笑龍絕對不會有負蕭兄期望 無論如何都好 我一定要留一條命 回到咸陽和雷不韋鬥過 好 我現在馬上替你寫信 或雅之後親自送去曹秋道的手上 今天看他 會不會有這個膽量 當晚 蕭子原來親自來接翰笑龍 請他去玉蘭樓那裡飲宴 打算和二王子田建大家再商談大事 途中就告訴翰笑龍 善遊知道了 過幾天之後 翰笑龍要和自己的師父曹秋道比武 非常擔心 一定要明天 試試看翰笑龍現在的本事厲害成怎樣 否則 就怎樣都不肯放心 讓翰笑龍和曹秋道比武 翰笑龍聽到一口答應 蕭子原就說 哎呀 翰兄 你這麼輕易答應呢 哎呀 你知不知道 整個林芝城 很多有名的劍手 都被我夫人打到怕了 如果連他那關都過不了 那我就憑什麼去見曹秋道的老人家呢 蕭子原想一下也是 就笑自己糊塗了 當在玉蘭樓坐下之後 仲宣元環連敬了翰笑龍幾杯 然後就說 聽蕭大人說 我尤師妹明天會找上將軍試劍 如果上將軍不介意的 我也想和他一起相陪 見識上將軍的威風 翰笑龍聽到一句話 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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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蟲小記 恐怕 不能夠入到玄華兄的眼目 哎呀 那上將軍真是太謙了 翰笑龍心中明白 宗宣袁華這樣說是想試探自己的根梁 看自己能不能在師父劍下保住性命 如果自己沒什麼實力 他可能要快點想其他辦法 免得自己一命呼呼 他們什麼大靠山都沒有了 大家言談甚歡地談了一陣子 奇怪了 已經很晚了 但異王子的田建始終未見出現 但他心裡覺得有點奇怪的時候 忽然間 因為三個人大踏步行一禮 其中一個 正是蘭公媛的雙好 也是以前勾引趙雅的齊羽 另外兩個人年紀差不多 一個民事裝束 一個是武士打扮 那個武士打扮的人 外形非常高大飄悍 面上布滿麻子 眼若同靈 獅子鼻 嘎嘴 非常醜陋 但 即是有一股當時的男人 都非常缺乏的陽光氣概 民事裝束的男人 都高瘦精明 他的樣子看上去 十足十田丹 年輕的樣子 漢少龍一眼看得到 他一定是田丹的兒子田邦 這幾個人 應該和宗宗龍父子 都是對頭來的 為何突然來到呢 都感到很惡然 宗宗龍也呱呱呱呱呱呱呱 千萬不要見怪我們唐突 漢少龍起身還了禮 此見齊羽面上露出深刻的恨意 嘴角更加露出一絲冷笑 看著漢少龍說 漢兄別來無讓 我聽說雅夫人在咸陽死了 真是令人遺憾 漢少龍明知她故意啟雅夫人 是想勾起她曾經被奪愛的舊恨 不過她的心始終忍不住痛一痛 不過勉強少少無故回答她 那個武士的態度更加囂張 在下麻盛鑑 一向對上將軍的建法都非常嚮往 希望能在上將軍和曹公決戰之前 讓我先領教你的絕技 仲宣龍兩父子和夏主元當場面識變勢 麻成甲公開與漢少龍挑戰 不單止不給面子他們 同時也變相講明 覺得漢少龍一定不是曹秋道的對手 所以現在要爭取機會 不過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他們是很難插口的 仲宣袁華也不是善男信女 心想 只要漢少龍出言拒絕 他馬上向麻成甲挑戰 就一定要拿出他的狗命 仲宣龍心想 就算田丹想包庇麻成甲 自己怎樣也要找人打斷他的腳 仲宣龍本來也不算是這麼好欺負的 不過現在經歷了這麼多事 就不想隨便遼事鬥非 但是現在見到田邦齊宇 和齊國的著名劍首麻成甲 一起欺負上門禮 不如入了心頭火起 但是他還壓著火 淡然一笑說 麻兄既然禁了兄之 漢某陪你玩兩手也好 不過現在不是適當時候 不如見齊宇 突然接口說 什麼不是適當時機呢 漢兄是否等二王子來呀 不用浪費精神啦 仲夫和韓大人 剛剛去見了二王子 看來二王子是不得閒麗的了 仲宣龍他們聽到一筆臉色大變 他這麼說 豈不是田建已經投靠了田丹和呂不韋 只有漢少龍想得清楚 知道田建 怕他漢少龍會死在陶秋道手上 那自己豈不是押著押錯了 所以暫時採取觀望態度 不簡單來出拯 而呂不韋和韓傑呢 現在當然是揭力煽動他 投靠田丹那邊啦 各位 形勢突然間變化成這樣 對漢少龍非常不利 那要知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再講 上回我們講到 漢少龍一聽齊語這樣說 知道二王子田建 現在好像不倒翁一樣 聽著漢少龍 會死在曹秋道手上 自己押著 豈不是押錯了 所以暫時採取觀望態度 不敢跟漢少龍相見 而呂不韋和韓傑在採取這個機會 拼命地煽動他 麻成甲的嘻嘻大師說 既然知道二王子不會來了 那不如上將軍馬上出戰 讓我麻成甲領教高明啦 漢少龍早就被韓廠龍楊君出賣自己 拘捕了整套戲 現在這個田建對自己 就像牆頭草一樣 只覺得哪邊有力靠去哪邊 一點都不講到道義 連你這個麻成甲都不知天高地厚 這樣欺負自己 好 你這班人以為我好欺負 我一於立刻威負你看看才行 不如露從心頭起 十八聲 一脫 脫了外面那件寬袍 露出比麻成甲更加強悍的體形 他說 既然你這樣相逼 這樣就動手了 眾人怎麼都猜不到 他居然汗勇成這樣 說動手就要出手 但他感到非常意外 這個時候 玉蘭樓裡的女子 包括見慣世面的蘭宮桓 見到他一身競裝之下 肩寬空闊 腰勢腿腿腸出眾啟形 再加上他昂揚的氣勢 不禁大家一起露出非常迷醉的神色 項少龍起的時候已經手禁八箭刀兵 大答步行到大廳正中 帶起一股傲視當場的氣勢 田邦齊的本來站在漢少龍對面 10聲大答步行到自己這邊逼過來 一時間都放了手腳 一起向後退 剩下麻成甲一個人站在牆中 本來他們三個人站在旁 好似懶不威勢地向著漢少龍挑戰 為甚麼漢少龍一出來 就嚇到他們兩個在後一腿 就更加增添了漢少龍的威勢 麻成甲也想不到 他說動手馬上又動手 這個時候首當其衝 直接面對著漢少龍的壓力 當堂下意識地向後連退幾步 準備擺開架勢 漢少龍的實戰經驗多豐富 知道自己不經意之間 製造出一股先聲對人的威勢 這時候怎麼肯被麻成甲有喘息的機會 叫他一後退 揚天大笑 撐一聲拔出白箭寶刀 向著對方擠迫過去 白箭刀絕對不同凡響 一出刀招 整個大堂馬上只覺得寒氣深深 使人心生寒意 麻成甲這個時候才醒起 原來對方用的 還不是自己應付怪的長劍 而是一把銅牌都未見過 那個怪兵器 在心裡更加怯力 向後再退兩步 想看清楚對方的兵器走勢 再講 誰知道他一退 氣勢一衰 河少龍怎麼會放過這樣的機會 繼續向前搶盡幾步 白箭都在頭上舉起 然後雙手握刀 大開聲說 白箭 麻成甲這一下威勢 覺得好像面對著千軍萬馬殺 比韓少龍那聲 好像悶雷一樣的大渴 更加震到他心神失守 真是應聲拔劍 韓少龍等他一拔把劍出來 一一的戰步飆向前邊 跟著整個身一跳跳起 當他跳到最高一點的時候 大開一聲 雙手握刀 呼一聲 握刀 由頭之下 一招獨劈華山 向著對方的兜頭折劈過去 麻成甲這陣時 因為先前的心一驚 氣勢一亂 堅急又連退幾步 第一 步法亂了 第二 心神失守 如果他認識的 現在應該拼命再向後腿 甚至走出門外 去到軟落之間 找一個大的空地 再行接戰 或者 可以避過 這一下 韓少龍可以說是 充滿氣勢 驚天動地 好像奔雷閃電的一刀 但是 剛才是自己開口挑戰的 當時自己還說得這麼口響 現在人家一刀砍出來 馬上在眾目迷迷之下 好像老鼠 逼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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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走 連身帶手 促進全身氣力的一刀 他心中暗笑 全力響下一劈 只能得 啪一聲響 嘿呀 真是乾脆了 馬上夾一把長劍 被韓少龍一刀的劈斷 在眾人齊聲驚叫之下 韓少龍退開幾步 撐一聲 將那把白纏刀收入刀架 而馬上夾的臉色 屁死人還要難看 瘦執斷劍 整個人外若木雞地站在牆中 從頭髮到眉心那裏 燃出淡淡的一道血痕 跟著鮮血大聲流出來 嘩 看樣子都不知多恐怖 大家敢先明白 韓少龍剛才一刀劈下去 還是手下流程 但是這樣的刀法 而且可以把尺寸綁得這麼好 真是神父奇妓 有誰猜得到 明鎮臨枝的麻城甲 即是被韓少龍一刀打到一敗塗地 恐怕連曹秋道都很難做 而韓少龍自己明白 你一刀 是剛剛食證天時地利人和 而且 由於麻城甲根本不了解 韓少龍百戰刀的威力 更加未應付過 這些他從來都未見過的刀法 這樣才可以給自己一刀敗 如果換了自己用的血落寶劍 恐怕真的要浪費很大的力氣 才可以將麻城甲收拾 薩時之間 牆內壓障無聲 過了陣 麻城甲整個醒過來 哎呀 這麼快的聲音 拋掉那群劍 真是醜到無地自容 旁奔而去 還酸懸華 看到韓少龍這一刀 不敢長身而起 舉杯彈一口氣 他們說 難怪上將軍能夠明真陷陽 連我師父也有心 要和你比劍 這樣的刀法 真是勢所罕見 田邦齊羽喊到面色如土 他們根本不相信 韓少龍只是一刀 就可以打敗麻城甲 一下子 留下又不是 走又不是 都不知道多麼尷尬 韓少龍掃了 仁一眼說 既然二王子不來了 我們早點回家睡覺 講完之後 他當先和夏子元走出去 回到他和鳳飛住的廷松院 那裡 鳳飛就即時把他召進去 一見到他 鳳飛就說 韓傑剛才來找我 講了好多好話 但我已經心灰意冷見 都聽不入耳了 真是奇怪 以前我一想到他 他的心就覺得很甜 現在呢 就覺得他只有樣子 為什麼我對他的看法 會有這麼大的變化呢 韓少龍聽得不這麼心驚 鳳飛不是移情別戀 現在愛上了自己 大小姐 那你對將來有什麼打算呢 唉 我現在只是想平平靜靜地過一段日子 上將軍可以為我安排嗎 只要能夠應付曹秋道 我馬上將你帶回咸陽 只要有我來保護你 我相信這樣又沒有什麼好擔心 我知道你劍法厲害 但是我聽齊仁講 曹秋道的劍法 已經好像天神一樣這麼厲害了 為什麼你還好像成竹在空那樣呢 曹秋道的劍從來都不留情的 你跟他比武 如果萬一有什麼三長兩短的 那你叫我怎麼過呢 韓少龍知道他的意思 是如果沒有了自己 就沒有了衣憑 不如乾脆自盡 揮絲論為權貴換物 但是自己當然不會逢人又說出 已經和曹秋道有十招之養這件事了 他微微一笑 曹秋道只是他煩人 不過劍法比任何人都要理海 我都不是硬衝好漢 如果我真的沒有把握的話 今晚我就和你偷偷地撩走了 你千萬不要過於自信 齊仁對曹秋道的形容 或者有點誇張 對他橫掃東南六國 從來都沒有遇過敵手的 這是事實來的 唉 寒蝕驚怕我喜歡你 說了你很多壞話 但想不到 今使我的心更加鄙視他了 哈哈 誰能夠令天下的人都喜歡你呢 只要笑罵由人好了 第一大小姐 如果你真是對小弟的劍法 他沒有信心的話 那我想問你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麻城甲呢 聽過 而且還在田丹的尚府見過他 聽說除了眾孫玄華和彈楚之外 論劍術啊 就要數他和敏平章 在林姐最厲害的了 哼 為何要提起他呢 這個人很討厭的 態度又囂張啊 目中無人 好像每個女人都要喜歡他 我看到他的樣子就覺得噁心了 哈哈 原來你這麼討厭他啊 不過恐怕你有一段時間 會見不到他咯 他剛才踩上門來向我挑釁 我用了一刀 就使他大敗而走 什麼話什麼話 你只是用了一刀而已嗎 哦 是小弟誇張了些 我只走多了幾步 鳳飛聽他這樣說 開始好像很不信 但是仔細看他的神識 知道杭少龍沒有說謊 一不如撲進他懷抱裡面 嗯 不肯不肯啊 人家真是憎死你這個 得意洋洋的討厭樣子了 但是你呢 偏偏對人家一點都不動心的 唉 誰說我對你不動心呢 只不過 感情的負擔太重 我家裡還有三位賢妻 真的不敢再向其他人用情了 我明白 聽說雅夫人和善公主的死 對你造成很大的打擊 是嗎 你怎麼會知道的呢 自然有人告訴我 你不記得 偉國的善美美了嗎 唉 韓將軍 我希望 在你走之前的一晚 找一晚來人家這一書 我求的不是什麼名分責任 我只想和你有一截之緣 是 韓少龍聽你這句說話 不敢心頭一騷 但是 他還壓著誘惑 離開了鳳飛的房間 第二招 善柔一早和仲孫元華來到 善醒了韓少龍 要和他比武 韓少龍沒有辦法 只要拿起白箭寶刀 和善柔首先叮叮叮叮叮叮叮 打了幾十招 善柔無論攻擊多狠 但是始終都被韓少龍輕而易舉化解 善柔又攻了十幾劍 無攻而患終於力揭 他收見後 雙眼惡肯定盯著沙少龍 在旁邊那些家將 鳳飛還有很多痞女 以及宋孫元華 同他的十幾名士叢 大家都不敢鼓掌喝醉 因為怕惹氣善柔這個惡女 善柔看了一陣 突然揭嘻笑一笑 你這個小子真有進步 算你了,看来怎样应该可以挨到师父几招了 汉少龙一说,多谢谢夫人指点 仲孙袁华跟着拔检,来到汉少龙身前说 袁华都手行了很久了,请上将军指点 汉少龙知道他也是曹秋道的弟子 心想自己正好在他的身上,学多些对付曹秋道的办法 于是,也举刀双刑了,两人打了二三十招 汉少龙的心不禁好感慨 看这个仲孙袁华的剑法,比管中权都毫不信息 但是怎么都比不上曹秋道了 可见曹秋道在剑法上的天分 真是露天爷赏赐,连他最出色的徒弟 都只能得其影而失其神 再打几招之后 仲孙袁华终于被白箭补刀强劲的力度逼退 汉少龙绝对不让对方重组攻势 一辉白箭补刀重重刀影 翻滚浪卷一样,向着仲孙袁华借攻过去 仲孙袁华也是第一次应付白箭补刀这些怪异的刀法 一时间只是招架之功,截截败退 汉少龙打得兴起 一时间刀法大开大合,长击远攻 一陣间又施展近身欲博招兽,刀刀凶险 看到大家都平息静气,连呼吸都几乎不记得 在外人看上来,两人的剑法现在都非常凶险 都不知谁赢谁输,但好像善由剑术高明的人 看出汉少龙已经控制主动,但又处处留有分寸 似乎毫不留守,但只不过是想透过仲孙袁华的剑法 来摸索曹秋道的剑佬 这个时候形势又变,本来好像急风骤雨那样的刀招 汉少龙已经变得每一招都缓幻无比,大考虐拙 但是众孙袁华就应付得更加吃力了 在众人眼中,这个时候就算不懂剑法,好像董淑貞他们 也都感受到汉少龙的刀法变化万千,可光可有,这种均淋天下的气概 探探探,汉少龙踏步进击连砍三刀 每一次都准确地砍在众孙袁华把剑的同一个缺口之上 无论众孙袁华的宝剑怎样变化 但是始终呢,都将剑上的缺口送到百战刀口上面 神乎其极,真是令人难以自信 又砍一刀之后,啪一声 众孙袁华把剑的当堂断截 汉少龙插好把刀说 看来兄弟仍占了兵器的便宜 众孙袁华亦是英雄了得,马上抛下手中的断截 说,上将军果然名不虚传,小弟放心啦 这个时候,鼓掌声柔软而近 原来,连田建也离了 田建带着自己的谋事硬响 首先和汉少龙道歉 说自己昨晚没来 只是父皇身体不适 汉少龙当然知道 这个只是藉口 看来自己一刀打败了麻城铅 这件事整个林芝成都知道了 自己声威大阵 田建又怕得罪自己 于是马上又转态 大家寒圈了几句之后 那个非常狂妄的职下先生 顏向突然插口 请问上将军 现在在秦国里面 究竟哪个真正掌权呢 汉少龙孤作惊奇说 当然是正处军 难道还有其他人吗 眼向说 但我听贵国的呂仲父的说话 正处军只要一日未登基 他的皇位依然未遵 不知道上将军也有什么看法 这句说话一说出来 汉少龙当堂只觉得心中一寒 这个眼向无意中 已经透露出 看来呂不韦的确在怀疑小盆的真正身份 如果不是 他怎会用这件事来打动田建呢 看来 呂不韦恐怕已经派人去寒丹 找那对曾经苦用的刑政的夫妇 如果被他用这个破阵 打倒小盆 那怎样应付呢 田建看到汉少龙面色稍微一扁 你不就问上将军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汉少龙的心一转 即时冷静下来说 岩先生这句说话 使汉某人联想到 是否有人想叛乱作反 不过扑谷他们的下场 应该会是对他们的当头棒喝 岩向点了点头就说 那不知上将军对我带齐的印象又是怎样呢 汉少龙听到这句说话感到很头痛 他不喜欢拍人马屁 但岩向这样说 自己没理由不恭维田建他们几句 于是说 只是看岩先生能在二皇子面前悍悍而谈 知到贵国的君主制度开明 重视人才 所以才有即下学功应时而生 我这麽粗淺的见识 请先生千万不要见怪 田建听到汉少龙这样说 还以为他在恭维自己 立刻摇头房 上将军你真是观察精微 我们带齐的兴帅 和即下学功的兴旺 真是密切关联的 以前我们先祖援功问管众 怎样才可以长期保佑天下严失去呢 管众又说 皇帝立明台 被人商议 所以可以招立到很多言识 姚帝也都是一样 不断听其他人的意见 所以也都成为一代的明主 看来讲开言怒很紧要的 汉少龙听到不断心中感叹 东方六博 看来为何最后都被秦国所灭 这些皇室后人 或多或少的沉沉在某一段光辉的岁月里面 好似齐人开口埋口 就离不开齐援功和管众 不知道在适应不同的时势 就一定要用不同的策略 要自己开创局面 不能整天沉浸在先祖的光明岁月里面 对汉少龙说齐国君主开明 换另一个角度来看 那就是说齐国君主的君权脆弱 在这个战争的年代 强大的君主集权 才是秦霸曾鸿的第一条件 好像小盆这个冒充的刑征 因为其实他不是出身于正统王祖 所以根本就没有其他好像王室成员 那样的对先祖光明岁月的感情负担 只要知道全力握拳 巩固自己的地位 反而成了最有力的明君 秦国之所以能够殲灭六国一统天下 就是因为再没有哪个君主好像小盆有这样的出身和背景 这阵时宋宣龙突然插开话题 说正处军大家都知道很倚重上将军 在这个诸国曾鸿的时候 不知道上将军有什么辅助的大计呢 康小龙明白 仲宣龙这样引导自己说话 当然希望自己能够类不畏地向田建作个保证 说什么类似 好像秦国一定会和齐国世代交好 这样的说话 让田建就可以在田丹手上给他们争取回来 他心想要自己胸口说白话 这是很难做到 但无论我说什么都阻忍不了已经存在的历史 或者善由 无论如何都好 现在都只能够向田建作些虚假的承诺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 上回我们讲到 康小龙一听仲宣龙的说话 就是知道 他想自己学自类不畏地向田建许些乐言 比如说自己一定会支持他 代表秦国希望齐皇能够立田建为太子 同时只要是田建做太子 一于秦国以后 就和齐国可以结合什么盟约 永远都不侵犯齐国 诸如此类 但是 康小龙毕竟不是屡不畏地 要他再抹大口说大话的承诺 他是怎样说得出口呢 但是他望望众人期待的眼睛 唉 无论自己说什么 都阻有不了存在的历史 无论自己怎样努力 看来 最后齐国都是要被秦国灭了 天下 还是要在秦始皇手上统一的 为了自己为了善由 没办法 大话都要说回几句了 于是 上眼一数 好 迎着众人期待的眼光之后 就说 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 正处军的年纪这么小 明年才正式登基 所以 现在他的精力 全部能去用在内政上面 好像凭韩国人郑郭 来建一条冠冠的大距 就是我们秦国的头等大使 至于对外用兵 都是被动形势之下 不得以为之 这次韩某信老例齐国 正是想和贵国修好 眼向听到 眨一眨眼就说 听韩将军这样说 刑政应该是关注自己国内的事无居多 并不是想去外国用兵 但是似乎这几年实情又不是这样 自从刑政回到秦国之后 先列宫州 接着又攻占了韩国的大片土地 现在又接连宫取赵国的太原等等的新郡 宫取魏国三十七座城 这些事实 和上将军说的似乎有点不对 对 韩少龙刚才这样说的时候 正要引他说这番说话 一听他这样说 就马上欣荣不激地说 是谁大力主张灭着宗州 大家都心中有数 而且你刚才说的土地 都是蒙傲一手奪回来的 但是蒙傲又怎能独立军权呢 不需要韩某说话说得出面 大家都知道原因了吧 田建他们听这番说话 当堂面少都变了 各位 这一刻 韩少龙正是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 雷不畏一向 其实 对着其他国家 空口讲八卦的时候多 但是 真正用心的兼并土地 这个亦是事实 不过 讲到对外国土地的野心 其实 小盆这个秦始皇 比雷不畏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但是这个时候 他年纪尚有 好多的决策 都还是要经过姬太后和雷不畏的 雷不畏在对外的形象之中 更加是比其他国家认为 他好像才是真正的秦国当权者 不过这位权倾朝野的摄政大臣 似乎和刑政又不是那么对 万一刑政真正登基之后 正式掌揽戴权 雷不畏能不能继续 像现在那样 权力这么大 可以说了事 就未必 虽然 刑政一系的人马 亦是其他国家争相要争夺讨好的对象 本来 硬向指出 刑政回到秦国之后 接连攻占其他国家的土地 这样的虎狼之军 我就怎样可以和他修好 怎知被杭少龙这话说话一说出来 将侵略其他国家的责任 含冷地推卸在雷不畏这个有摄政之名 而无扶政之实的仲父身相 那其他人怎知道秦国的内情啊 听到杭少龙这样说 又印证一下那些形势 似乎他说得真是很有道理 其实近这几年来军事行动 尤其是攻占魏国和召国的大片土地 都是小盆自己的亲自策划的 不过外人不知那就是了 反而这个大夫眼向是真是很厉害的 一听杭少龙这样说 就马上点头了 上将军看来都是你说得对 田丹一是林老胡桃了 都看不出雷不畏这个人真是反口服舌的 是个虎狼之心的人来的 二王子 你应该知道要怎样选 他这样一说 宗孙龙都当堂高兴了 即是说连大夫眼向都赞成田建 投向汉少龙这边 田建反而感到很尴尬 干咳一声就说 和上将军听的一直说 田建真的茅塞盾开 等上将军和曹公比试完之后 田建再设宴和上将军唱序一番 一说完这句说话 大家没什么好说 因为看来田建仍是很稳定 这样就是摆明真正交心 都是等汉少龙和曹秋道比武完之后 如果万一在比武过程之中 汉少龙死在曹秋道剑下 那什么都不用说了 等眼向和田建一走 宗孙袁华自己单独留下 介绍了派来的那帮武士之中 有个总领的头目叫姚姓 他就说 这个姚姓在林芝土生土长的人 上将军有什么事 只管吩咐他做 绝对不用再经我们出主意了 原来就吩咐姚姓 一定要听汉少龙的说话 这样才走了 汉少龙仔细看一下这个姚姓 这个人三十多岁的年纪 雙眼很精灵 神正非常沉稳冷静 他心一动 姚姓 你帮我多些监视韩厂和郭开 这两方人派的动静 但千万不要对对方发觉 是 叫我姚姓就行了 上将军真是自杀小人 这些小事上将军吩咐就行了 我马上去做 跟着领命而去 过了一阵 汉少龙还想休息一下 谁知道韩厂又来找他 韩少龙一听说韩厂又来找自己 心想 这个这么无疑气的臭小子 找我应该不会有什么好事 哼 但是 他不来又不行 好 日语就拿他 于是 即时出前厅见他 韩厂一看见到韩少龙很高兴 哎呀少龙 哎呀 见到你真是好 韩少龙 见到他面上 一些惭愧的神色都没有 哈 你个臭小子 害完我 哈 还可以禁定条 跟着道气直冲上来 你这个臭小子 你把我当的朋友 你居然还有面来见我 韩厂当堂面试一变 哈 哈 你究竟一回什么事啊 前日龙阳君 哎呀 先找言语来试探我 今天你又毫不留情的责备我 我韩厂究竟做错了什么呢 韩少龙来到他面前 叮着他说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我即下学功偷到这件事 只得你一个人知道 若非你通风报信 曹秋道怎会收到风声 在那里等我送死啊 韩厂听到就说 哎呀哎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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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 哎呀 我这件事 怎会关我事呢 你还记不记得 我还劝你不要去呢 哎呀 怎会这样的 韩少龙看到韩厂急成这样的样子 啊 你这个臭小子 他演技都挺好的 本来呢 他是打定主意 要和韩厂我毁于虚蛇一番 然后以如我诈 你骗我 我骗你了 怎知一见到这个老朋友 尤其呢 自己几次三番救他性命 真是真心地把他当成朋友 但是他这样来出卖自己 当同气往上涌 一致都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绪 难道你应该劝我去吗 不要说这件事了 为什么你几日频频过开核针 又威胁龙阳军要来对付我 啊 是不是龙阳军说的 你一层你不用理 如果你敢动龙阳军半条鸿梦 我回到咸阳之后 马上将你精心策划 找郑国 来说郑国渠这个阴谋揭穿 第二人 我就会亲自带兵 接到你韩国的老巢 啊 原来这件事你也知道 那为什么你还要瞞着刑政呢 这个亡恩费义的家伙忠明吗 只有见着郑国渠 才可以将秦国的大军拖住 十年半年都无力东侵 我就不想我的朋友变成亡国之龙 才忍着在这件事中打击雷不韦 但是我敢对你 你又怎样对我呢 一听你的话 韩庄当时整个崩溃 啊 笑龙 真是对不住 我都是迫不得已 也不知是谁将我见到你的事情 洩漏了出去 被郭海这个奸贊软硬见尸 哎呀一路要挟不放过我 我已经尽力 暗示龙阳君要马上帮你离开林芝 哎呀 笑龙 你相信我一趟也好吗 我一直拖延越国开 今次我就想警告你 你要小心点 谁啊 项笑龙听过这样说 但是 他发现自己已经很难再好像以前那样 信任韓厂 因为他做起实情太厉害了 他叹了一口气 他说 那天透盗之行洩漏这件事 那你有什么解释 哎呀 如果我有向人洩漏这件事 你要我 没命过明年金人 笑龙 你对我有大恩大德 我韩厂电庸没有良心 都不会做这些卑鄙无耻的事 是什么来的 项笑龙听到这样说 真的没了他的福 但是见他 说的时候 口水鼻涕都流了 心想 难道真的隔场有意 被人偷听了他 这个时候 自己闹了一云 淡气早就过了 于是在韩厂旁边坐下说 堂堂男子汉 不要哭得像个女人那样好嘛 唉 我这几天 日日都受着煎熬 那些痛苦 真是不足为爱人道 现在被你闹回一身 我的心反而舒服点 既然舒服了 那你走 我不想再跟你聊天 我要静心想想 唉 但是有件事 笑龙 你千万要小心 国开已经勾结了 吕不韦和田丹 准备不择手段 都要你回不了咸阳 齐国说到底都是田丹的地图 你一不小心 就要命送黄泉的了 汉小龙说 只要不是朋友出卖我 他就有把握应付 你这件事 你最好不要插手 否则 又说会被国开陷害的了 哼哼 難道你们以为我 汉小龙真是这么好哭吗 莫开这个衰工 他真是厌命长 汉闯听他的这样的神态语气 不如得杜秋有口良气 现在我才真正令教到少龙你的胸襟手段 不过你一日和曹秋道分出生死 雷波伟和国开呢 他们都不会对你点的 但如果你赢了这一仗 那形勢就不一样了 你回来告诉国开听 说我为了秦国劍首的荣誉 一日要接受曹秋道的挑战 你不是打算提早走吗 汉小龙小笑再不回答他 一路把他推出门外 揭开了韩厂的假面具之后 汉小龙反而觉得心安理得 龙阳君说也没错 韩厂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对自己 还有几分真挚的感情 这个发言 使他感到很安慰 因为人性总是有光辉一面 这一样东西 总是令他觉得古武 但是 是谁把他要去偷把宝刀这件事 撕在曹秋道的呢 唉 这一刻 真是搞得自己都糊涂了 不过无论如何 现在除了善游和蕭月潭之外 他怎么都不会再相信任何人 包括李源和龙阳君 说不定 他们会忽然间变心 又或者一直都在骗自己 这种敌有难分的形勢 自己还是第一次遇到 韩厂一走 凤飞走进来问 哎呀 刚才我在外面 听到你和厂游 好像闹得很浇关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 现在雨过天晴了 对了 昨晚人家说过 想你来我的房间过夜 我只是希望一直之远 也不是要和上将军 要什么名分责任 但为什么你不来呢 难道我奉飞 帮上将军一股 当然不是 唉 我是怕 和大小姐一晚之后 再亦难以置拔 那我们的逃亡大计 就要多了很多难以揣测的变化了 不要整天都说这件事 好了 现在形势清楚分明 就算恨你入北的人 都很难对你落手 你不喜欢别人的 你干脆就说白他好 唉 韩笑龙的感觉 真是头都大小 牵着衣袖 向内院方面 一路走去 插开话题说 淑貞他们不是在排练吗 没有你大小姐在旁边指点 怎么可以啊 哼 你这个人 最懂得在紧要关头 左闪右臂 现在人家已经没了情人 说不定 我特意捐入你屁斗 看你的心 是不是真的铁打 大小姐不是说你自己 已经心灰意囊 为什么现在又情烈如火 都是你惹出来的咯 经常有意无意地挑逗人家 喜歡是抱抱抱吐, 或者親吐嘴, 又或者與大挑逗 鳳飛都是普通的女人, 被你搞的, 當然是希望能得到你的愛寵 韓少龍聽到當堂心是恆起上危 但他也知道, 如鳳飛的絕代幼密, 自己如何都不可以招惹 幸好一想起, 她和韓傑曾經相亂, 自己的心當堂意興桑閻 这个时候 他已经过了 只是为了育体的欲望 多于跟女人相好的年纪 凡事他都会想着感情和后果 压下心头的冲动之后就说 好像现在我们的关系这么多好 一旦有着肌腐之亲 这样就另一回事 或者将来你会恨我无情 哎 冯飞叹了一口气 揪着眉头想一会 终于笑一笑 上将军说得没错 如果你得到人家的身体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